朝鲜的前世今生三 上回说到朱蒙逃到西汉玄都郡高沟立县建立了高沟立国 建国之初朱蒙穷得叮当响 土地不能耕种 王宫也没前修 于是朱蒙到处打架结社 到周边部落抢人抢东西抢地盘 抢了劳力女人和物资 朱蒙就更有号召力了 抢了地盘高沟立的势力就不断壮大了 公元八年西汉王朝走到了尽头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选皇帝王莽 第一次使用非暴力的手段完成了王朝更替 作为一个超现实主义的愤青皇帝 王莽的屁股还没把龙椅暖热 就开始了一系列的社会主义改革 比如土地国有平均分配 废除奴隶制实行计划经济 很显然这样的改革是统治阶层的大部分地益集团 很受伤 于是不满的声音 搅局的势力像蝗虫一样飞来了 为了转移内部矛盾 王莽开始打压周边少数民族政权 曾经被汉武帝整得奄奄一息的匈奴 首先发起了反抗 公元12年 王莽决定征用高沟离兵马去讨伐匈奴 因为当时高沟离是中原王朝的附属部落 而朱盟名义上只是侯爵 并非他自称的高沟离王 可朱盟从来都是抢别人 轮到自己的人被抢 朱盟当然不会买账了 于是朱盟鼓动高沟离士兵逃跑 辽西郡太守亲自去捉拿逃兵 被高沟离人杀了 王莽愤怒了 让玄图郡长官严幽弄死凶手 严幽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把朱盟骗到了县城 直接咔嚓了 王莽乐军了 为了羞辱高沟离人 下招书将高沟离改为下沟离 朱盟死后 第二任高沟离王如刘继位 后世也称刘黎明王 公元14年 为了复仇刘黎明王攻占了高沟离县 开始不断骚扰中原边境 公元23年 王莽短命的王朝 在农民起义的冲击下结束了 中原大地再次陷入分裂和混战 高沟离继续趁火打劫 扩张势力 公元28年 东汉王朝刚刚建立不久 辽东郡太守发兵讨伐高沟离 面对正牌军 高沟离不堪一击 第三任国王大武神王高无旭 率兵逃跑到一守南宫的宛东山城 汉军把山城围了起来 三个月后 高沟离人粮草快没了 高无旭决定赌一把 派人送酒和礼于给辽东郡太守 太守以为城中粮草充足 只好退兵 高沟离于是躲过了这场灭伯之灾 公元32年 东汉开国皇帝刘秀采取怀柔政策 重新册封了高沟离的王号 但高沟离依然得寸进士 趁刘秀正在统一中年时 侵占了月亮郡 公元44年 刘秀派水军渡海收服月亮郡 高沟离马上服软了 答应归属东汉 强大的对手打不过 高沟离王决定把势力转入朝鲜半岛 当高沟离进入朝鲜半岛时 朝鲜半岛南部的势力已经发生了变化 即使朝鲜亡国时 基准南逃到马韩 自立为韩王 当时马韩地区有三个部落小国 马韩 陈韩 因为马韩势力最大 拳头最硬 历代国王都有马韩人担当 现在朝鲜人 韩国人普遍认为自己是三韩子孙 三韩的主体民族为韩族 韩族的祖先来自陕西韩城 韩城曾经是周五王儿子异传的封地 由于韩族势力不断衰落和中原战乱 韩族人经过几次冬迁 来到了马韩地区 后来部分中原的秦国人 为了逃避劳役也来到了这里 其中陈韩也被称作秦韩 就是因为陈韩的秦国人最多 除此之外 三韩民族还包括来自中原的东裔移民 从面积上来讲 三韩加起来还不如现在的韩国大 中原前57年 陈韩中的朴氏家族迅速崛起 朴赫居士居西干 在金城及现在的韩国庆州建立新罗国 经过不断壮大 到西汉末年吞并了汴韩和陈韩 公元16年 一部分浮育人在中原混不下去了 到朝鲜半岛抢地盘 很顺利的干掉了马韩 建立百计国 但名义上还自称马韩 直到东汉末年 开始使用百计称号 某半岛国家后来伪造了 百计的建国故事 说百计王是朱蒙儿子 虽然百计王魏仇台 也来自于东浮育国 但是魏仇台至少比朱蒙小100多岁 不管怎么样 新罗高高利百计 一个地头蛇 两个外来户 形成了朝鲜的三国时代 东汉末年 中原地区再次陷入诸侯争霸的局面 这是个混乱的年代 也是个英雄辈出的年代 朝鲜半岛的国家 会不会混水摸鱼 我们下回分解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 exchange